唐股收平 红指收跌2.19% 恒大汽车涨近30% 10月首个交易日 收跌2.19% 盘中失手24000点 恒生科技指数跌2% 恒大系两股停牌酝酿大消息 恒大汽车暴涨近30% 新冠口服特效要上线 疫苗股大跌 康希诺生物大跌超22% 跌超19% 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政策下 后续港股市场的内房股 物业股有望其稳反弹 有助于稳定预期 认为 虽然恒指的低估值 可以给大盘一定的支撑 但是在已展开下跌调整行情的拖累下 港股或仍处于反复向下的中期趋势之中